中文字幕提供 当年这个宿舍 我第一年住的时候叫做木齋 木齋就是书齋的齋 木就是前木 直到新亚的图书馆 叫做前木图书馆之后 这里就改名了 叫做新亚宿舍 到我读到最后一年 新亚就有两间宿舍 这间叫做第一宿舍 那边的学姨楼 就是学姨楼 那边就叫第二宿舍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宿舍以前是男女宿舍 考完试 我们几个同房一起 出去看午夜空凌 去了UA沙田 看完之后 太过惊 真的太过惊 所以我们回到食射外军宵 寻找垃圾袋套去 那天晚上睡不到 全部人都在玩屁牌 玩通宵 但最差的是 我当年同房很喜欢深淳公子 但它有一幅海报 是窗帘式的海报 摆在房间 对 因为精子就是说 人的臉扭曲 在扭曲 我们是玩屁牌 然后很狂叫 很害怕 那天全部人都没有睡觉 懷疑有人偷吃 譬如鸡翼 明明有四个 四个 两个 就想到一个绝招 也很绝 下四个 那么绝定 在厕所捕 看看哪间房 哪个中招 还不是它 我听过一个趣闻 就是我读书的时候 就试过有个外地的交流山 好像是韩国的交流山 他说 看来香港还是出去喝点东西 喝到有点醉 对 然后回来宿舍 不知道去错楼层 还是进错房 他照样回来 哄哄打开 为什么我把床被人睡了 然后他就站上去 然后叫醒他 我睡着觉 被人叫醒 那个人跟我说韩文的 他喝醉了酒 然后两个就勞气 我住过向西 就是向这边 住过向南 向南 向火车站 向北就是最冷 最好 看着马斯洲那些 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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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日出就晒得熟 而且我住在北三楼那年 那间房间非常有用 一间房间很冷 有点蒸气 温暖 我不会浪费能力 我用来煮汤 特别煮菜干 整层楼的人都会过来 我应该留一碗给你 我当时住自行217 我记得 217我住过 217是什么 美房 美房 corner corner大一点 两边窗 对楼 对 接着有近厕所 封死楼 二楼 是四合院的 花圆平台 那里有窗 那里有窗 走廊 你知有很多男人 如果那间房间是underground 特别up 对 没有up 对 那一层 特别通风 通风 是的 所以自行217 就有差不多地位的人 才可以住 我们很流行把傢俱 稍微移位 即是你们已经是现代设计了吗 是的 是违规的吗 现在是违规的 我们三张床都拍了 是的 变成了六尺床 是的 然后整班都一起跳上去睡觉 然后教过书桌和衣楼 所以我们一进去就是厅 是的 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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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这个设计是全落 我们的房间到最后那年 因为我们的篮球又拿了书丸赛冠冠冠 游泳又拿了书丸赛冠冠 所以我们整个房间都放了奖杯 我们的房间就叫知行冠冠房 大家是上来参观奖杯 那里有一条蛇很出名 是新亚足球队的队长 老鱼这个社家就说 咦 阿榮 就是认识他 是的 阿榮 你这么好脚发 不如我们宿舍搞一队 他说 他说好 老鱼就这么说 你今晚在吗 我今晚上来跟你聊 今晚不在 明晚也不在 老鱼就没办法 你来找我 搞得他两个星期不敢来 因为他是蛇客 有的 他来到自然到 连阿舍监都以为他是长 因为他是宿友 因为常常见他和我们一起来练球 那他就滴下滴下滴下 搞得他有两个星期 就无家可归 老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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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鱼